大家早晨好,我是大海 这个呢,是我家的后园子 这个后园子吧 就是我刚开始搬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我买了两车土 从山上拉回来,那土都可好了 然后准备种点菜 完了,后来以后呢 我家这个渗水井啊 就是地下那个井啊 就是洗脸的水啊,什么的水 它那个去年快堵了 然后为它挖开了 这么一挖的话,一糊润的话 连地下的石头在家吐啥的 全翻了个遍 这个园子也种不了了 现在大家看见这个颜色的吗 这个颜色的都是炉灰掌子 它为啥有炉灰掌子呢 因为它这个 这个渗水井吧 它那个上面呢,有50公分的炉灰掌子 为了给保暖 因为我家乡这个地方嘛 冬天它太冷了 冬天能达到零下四五十度 所以说怕那个管道动了 都拿炉灰掌子 给它铺在上面 结果去年堵了 我挖开给它掏的时候 那时候我拍了一个视频 大家也看见了啊 给它全翻过来了 土全压在底下了 都长得都烂套了 这个园子也种不了了 但是种不了吧 这个园子它长草 那个草子一下天长得 都快长得有半米高了 你看这个就邻居家的草 这个地它不动 看着草都长这么高了 所以说呢 今天呢 我准备整点除草剂 给这个草 给这个 给它撒上 然后它就 等到那个上洞之前 我就不用拔草了 要么每年还得拔一回草 怪费劲的哈 现在回家去整除草剂 进屋去整水去 这一袋 哎呀 这一袋啊 是能 这一袋能除一亩地 看看这个药 现在变成啥 啥散的 白散的 跟奶粉汤都差不多了 开始喷药 大概都喷完了 肯定有很多朋友跟我说 我说这圆子白瞎了哈 但是没有办法呀 我这以前干活太多了 我没有时间再照顾圆子了 我要想吃菜呢 上我妈家求点就行了 因为我妈家 圆子也全都种上了 主要是别让它长草 逼我再增加点活就行了 我现在喷下一个地方 我到地方了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第二个那个喷除草剂的地方 这个房子呢 是我花三千块钱买的 当时这个地呢 都是黑土地 是我从一个老大爷家手里买的 那土地 那些豆角树呢 都老好了 结果呢 我这一千天忙哈 这两边的圆子都慌了 那个草长得都老高了 每年嘛 它就长一下天 结果那个草呢 长完了以后呢 全都长在这路上来了 所以说今年 我怎么喷点除草剂 就是把这两侧 给它喷喷着就行了 这个房子是花三千块钱买的哈 完了 当那时候买完了以后 我又打在水泥地 又维修的 完了 那个时候拍的视频 大家也看见了哈 完了 再看看这个水泥地 到现在打了有几年 有三年吧 全都粉了 看这 这个质量打得也不太好 水泥可能耗低可能哈 但是今天喷不了了 现在外面正在下雨呢 喷不了除草剂了 等明天千情书再喷吧 那个我看这个除草剂 那个说明书了 说那个 四个小时之内 它不下雨的话 然后才可以喷 你看结果今天干活 干才晴天呢 现在下上来 看这地下下的 呃 鱼叔现在已经到了啊 现在呢 开始把这个杖子呢 给它定上 呃 这是啥原因呢 早上起来啊 我开车重置过去 你等会儿再听那鱼叔 听不见 我开车重置过去 我去收山货的 重置过来 这个房子呢 就是前段时间 呃 帮一个朋友给买的 这个房子院里 一共是330平方 看这么大个院 完了 我过来的时候呢 现在 我家乡这个地下式防火器 它风大 把这个栅栏啥的 我看都有板都有吊的了 完了 后面刚才发现 有几块吊的 然后给鱼叔打个电话 鱼叔过来以后呢 让它给它钉上 我从家 里面带着钉子 完了 刚才又把那块 给它支了支 因为这个 这个年头太多了 这个栅栏都有点糟了 有时候封一管 然后它就钓 现在鱼叔开始钉吧 给它钉结实点 那个位置钉完了 现在钉第二个位置 看见了吗 这块也开了 板好像是 这是样子扒开的吗 有点像扒开的 给它底下钉个结实的 第二个地方已经订完了 现在来到第三个地方 第三个地方吧 就是这块 这块还有个口 这块 这块去年咱俩都订过 这咋又开了呢 这是扒的 扒小块 这来第二块板 又发现一个隐患啊 这块这块也开了 这块要是不整的话 封一管慢慢慢慢的 你看 马上就要钓 鱼叔把这个位置 给它加固 现在就是 就是能 就是 就能帮杠杠杠杠了 这个栅栏呢 已经全部订完了 但是我没跟这个朋友说 我就路过看见之后呢 那找鱼叔 就直接过来给订上得了 好 干活了 干完了 再干下一个活 谢谢了那鱼叔啊 活已经干完了 现在给鱼叔呢 给他送到家来啊 好 到了 哎呀好 人有点不好 那鱼叔慢点啊 那麻烦你了 好嘞 我开始给昨天晚上 大家在我后台 下单的野生木耳给游走 这个木耳呢 是存野生木 一点碎的没有啊 干干净净的 我妈呢 过的有两面筛子 把那个榨子墨子 全过滤出去了 把好嘞大家全游走了 呃 这个野生木耳吧 它就长得大小不一 歪瓜 歪瓜 脸岛啥都有哈 还有这个形状呢 然后还有这个形状呢 呃 这个木耳泡完了以后呢 是非常肉头的 还有这个形状呢 呃 把这木耳抓一把出来 用水泡泡 要是想炒的吃 跟蒜的吃呢 直接下锅就行了 要是想凉拌的话 必须得抄一下子哈 就是打一个水抄 呃 大家要是有想要这个野生木耳的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连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要是找不着连接呢 就是点击主页 然后在主页里面点击店铺 在店铺里面 呃 下单野生木耳 下完单以后晚上就要发走啊 我现在开始干活 呃 这个木耳呢 就是碎的 我妈把那个好地过来出来了 给大家装袋就悠走 这个碎渣啥的 然后有网友要啥就送给他们了 他们回家包包的包脚的啥的 都不用剁了 你瞅着碎 但是高水一泡啥都可大了 哈 这是碎的 好 开始干活 已经到快递了啊 一会儿大家发货 晚上十一点就更新物流了 注意查出发 我到家了啊 把货给大家全部都发走了 现在进屋吃饭 然后咱们明天再见